喂 停车 停车呀 喂 停车 喂 停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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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这车的最东边 你们快点来呀 对 快 快呀 女士 哪里不舒服 你干什么呢你 先生 我是医生 我可以帮忙的 你是医生 是啊 我踩着坐的车 突然就这样了 你看看 想想办法 这应该是典型的气血 你打1202 你已经打了 可车到现在还没有到啊 王叔 离这最近的医院有多远 这附近没有医院 没有医院 你不是大夫吗 你设想办法呀 太太 你怎么样了 我求求你了 你帮忙救救我太太吧 好 求求你了 好 您先冷静一下 不要着急啊 你忍得人吗 你干什么呢你 你干什么呢你 应该算是没有问题了 老婆 你好点了吗 好险 好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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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停 停车 这里 快啊 我站在车里 好 快 快点啊 什么 老神已经跟你谈好手术了 我的天哪 他也太心急了 当然当然 你呢 是他的得意门生 你能过来他当然开信了 好 那这样 我带大医的心神 观摩你的手术 就这样 好 什么 什么 不要告诉加诺你回来 给他一个惊喜 好好好 没问题 没问题 我一定帮你保密 绝对不告诉他 谢大院长 什么事这么高兴 孟乃 我这边有事 你手术完了 我再给你接封 好 江院长 希克 找我有事 不愧是老同学 说话还是这么直接了当 那我就不绕弯子了 我来找你 是想跟你谈个合作 合作 你们上文学院 向来财大气粗 用得着跟我们 私业医学院合作吗 我说你呀 还是那个暴脾气 先不要着急否定 先看看合同再说 这回我是很有诚意的 这我不能做决定 一项书你先放着 等我跟董事会商量商量 再告诉你 那行吧 那我就等你的好消息 告辞 不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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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勤 怎么了董事长 可能最近有点累了 眼花了 来了 小痒痒 小甜甜 那个 现在脑输了 让你们赶快去一趟 哪儿 外科救人士 外科救人士 干嘛去 打造卫生 打造卫生 快去吧 时间可紧碰 一会儿不是有新主人的手术科目课吗 对啊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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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总得看完了再去吧 还有这事 你想看完啊 那姑娘没戏了 这样 要不你们去找谢院长说说 谢院长应该不会同意吧 嗯 什么叫自知之明 听听 我给你出个主意 说不定能看上 什么主意 你们以最快的速度打扫卫生 然后飞奔到手术室 说不定能看上红红 还有十分钟啊 这再不去咱们都迟到了 嗯 快去吧 走走他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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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走走走 小人 哈哈哈哈 哎 这是 这是 这个 我看他刚才那个角度就不特别一样了 对 我上次看梳理 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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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挺好的 但是他 嗯 你看 对 哦 这直觉点特别清晰 你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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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落井驾驶 车就被打败了 这都什么年代 还玩体罚 简直就是赤裸裸的剥削嘛 这没什么慢 活动一下筋骨别挺好 都什么时候啊 你还有心情开玩笑 要是还想看手术 就快点收拾 喂 喂 喂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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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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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 我都记好了 完了 完了 没有了 再看一下 走吧 你说 咱们怎么就那么倒霉啊 你别爱生叹气的了 至少咱们还有机会 看一看新主任的庐山真面目 什么意思 不想透过这次机会 就跟我来吧 不知道 刚才的手术 大家看了之后 有什么想法 手术太成功了 是吗 多美 是啊 请问一下 国外回来的医生 是不是都像您这样 年轻有为又这么帅啊 是不是啊 我想要告诉你们大家的是 咱们斯雅出来的学生 都有前置成为最年轻 最优秀的外科医生 老师您好 我想问一下 您刚才那个缝合技术 没有看见 是不是现在最新的缝合技术 这是国外最新的缝合技术 我恨 你跟我讲 你在四雅是打算拿日子混钱 还是拿钱混日子 我看你真的是被优越的生活惯坏了 越来越不笑话 哥 那些都是误会 是误会 你不要告诉我 你瞒着我报考四雅是误会 不让阿姨告诉我也是一个误会 是误会 哥 我真的是一时兴起才报考了四雅 没想到真的拿到了录取通知书 事业至此 我只想为我的冲动抱歉 但请相信我对四雅的坚持和认真 我在国外还费了好大力气 帮你联系了几家赫赫有名的大学 有一家已经答应录取你了 还有一家要给你全额的奖学金 你这么一折腾 不是不负责任的行为吗 哥 请你一定要相信我 我是不会让你失望的 我自己选择的路 我一定会努力走下去的 那就算我是多管闲事好了 不不 我不是这个意思 喂 孟主任 跟您纽约真加号的病人到了 好 我马上过去 一扬 既然你已经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我也无话可说 我只想提醒你 从今之后 在思雅心外科 你面对的不是你大哥 而是孟男主任 在我手下实习 最好神经紧绷一点 好了 奕阳同学 你先出去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喂 孟男哥 江东这么晚了还坐在院子里 先被蚊子咬了 你 你怎么知道 我在院子里呀 我说的意外礼物 就是我自己 不过我不能确定这份礼物 是否会与你带来惊喜 不过还是有麻烦你先说一下 我好想你 你想我吗 你说呢 你 水晶雪晶 是啊 你小时候不是常常说 想要一支水晶梯琴吗 这的确 是我小时候 最想要的礼物 制作它的人告诉我 拥有它呢 就会美梦成真 成为全天下 最幸福的人 加诺 我很想给你幸福 现在这把水晶梯琴 交到你手上 你告诉我 你确定找到 属于你的王子了吗 我 他也不肯定是 我 你为什么不想要的 我 你为什么不想要的 你还在你身体没控制 你为什么不想要的 你怎么能的 你为什么不想要的